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开审的前夕 被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毒杀的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母亲 要求中共当局为海伍德的家人提供实质帮助 海伍德的遗孀王露露也要求谷开来能够做出赔偿 那么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 由于薄熙来和谷开来涉及江系人马政变 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等罪行 而海伍德案与之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中共当局惧怕真相被曝光 所以海伍德家人是很难得到赔偿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12号独家报道了 海伍德的母亲周日发布的声明 声明表示海伍德被毒杀已过去一年半了 导致家庭失去经济支柱 要求中共当局给予补偿 并尽快对涉案人员包括薄熙来在内的高官 进行应有的审讯处分 以减轻海伍德被害后 对家人特别是对两个幼子的伤痛 海伍德的母亲还认为 由于案件涉及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一些高级警官 当局在系统性的掩盖真相 尽管他一再小心翼翼的与中共当局接触 但一直未获得实质回应 13号英国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 海伍德的遗孀王露露 也一直在要求谷开来 向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进行赔偿 谷开来的代理律师李晓玲说 海伍德的家人要求3000万元到500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北京律师莫绍平指出 按照中国的法律作为受害方的亲属 有权向犯罪分子提出经济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因为你的犯罪行为导致受害方的家里面经济损失 包括直接经济损失 还有一些其他的精神赔偿的损失等等都可以提出来 但是我说的赔偿一定是向为犯罪人 犯罪分子向他索赔 是因为他的犯罪行为给受害方的家庭 带来的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 去年2月 王立军潜逃美领馆 泄露了谷开来毒杀海伍德等丑闻 随后海外大纪元曝光了 谷开来是薄熙来和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 江系政变圈的核心人物 薄熙来和谷开来还被指称 涉及活摘器官 非法在国际贩卖尸体等罪恶 海伍德因帮助薄家向海外转移资产 被卷入他们其中 因此被灭口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引述消息报道 海伍德死后两天 谷开来与王露露曾在重庆一咖啡馆见面 由武警守门清场 据说里面传出谷开来的抽气声 这次会面后 王露露接受了海伍德酒精中毒死亡的结论 并同意不经验尸 把丈夫的遗体火化 那么为什么王露露又提出赔偿要求呢 现在呢 谷开来王立军都被判刑了 薄熙来呢 也已经要公审了 在这个时候呢 他提出这个问题呢 有可能从今方面呢 当时可能底下达成了一笔交易 但是这笔交易是不是履约了 现在都说不清楚 然后现在呢 他可能看到这几个人都被判刑了 在政治上呢 在中国他们可能就没有势力了 不可能他起什么作用了 所以说他现在呢 提出来 赵远民分析 海伍德家人能不能得到赔偿很难说 因为在伯古两人的案子中 贪腐的数额被中共减轻很多 而且都是黑钱 应该会被收为国有 此外 赵远民还认为 如果海伍德因为参与盗卖器官等被灭扣 中共惧怕真相曝光 更不可能做出赔偿 因为海伍德已经死了 从海伍德嘴里是什么也射不出去了 国一来案件当中 把三个大罪 中共主动给给隐瞒起来了 现在只剩贪污受贿 滥用职权了 真正说是政变 篡党夺权 然后这个镇压 法轮功进行活体摘族进行贩卖 中共已经给主动隐瞒起来了 去年8月 谷开来被控故以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缓击两年执行 薄熙来案也很快将开庭审理 还有媒体报道指称 周永康目前也被中共立案调查 我们下期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